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丁潮APP是现在一个非常高效有用的一个球鞋监测跟球鞋资讯的一个软件 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它的一些功能帮助你快速有效的抢到你想要的鞋子 那么它的一些VIP的服务是需要你付费来使用的 那么大家可以在购买VIP的同时把我这个邀请码打上去 这样子你就可以获得折扣以上还有另外一个我个人给到你的折扣 这样子应该可以给你们省很多的钱 那么第二波福利也考虑到一些朋友他说 我这个VIP的东西我也没用过也不知道好不好 那没有关系 在你观看我视频的同时记得点赞转发我的视频 并且在评论区写上我们的口号有丁潮不陪跑 那么每个月我都会抽出三名幸运观众 在B站上三名 在YouTube上也是三名 那么会给到你一个丁潮VIP一个月的使用权限 那这样子你可以先体验一下这个东西好不好用 如果你觉得好用 再可以考虑去购买 那么好废话就不多讲了 现在就开始我们这个月的球鞋资讯 首先我们还是从Adidas椰子鞋的部分开始 这个月很高兴的看到Adidas这个品牌有了触敌反弹的迹象 那么第一双在6月7号的时候椰子七白MNVN 我到今天都不知道这四个英文字母到底代表的是什么 如果有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一下 那它的配色叫Bright三眼 就是这种蓝绿色或者青绿色的这种感觉 但是这个版本的椰子七白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因为它表面的材质是一层布 但是考虑到这个配色有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朋友会喜欢 所以还是把这双鞋子拿出来带过一下 时间来到了6月11号 椰子七白V1 大家要注意这双是V1 它的尺码是会有点点偏小的 叫Eframe Amber 但是这个我觉得跟Ember跟琥珀 琥珀在我脑海中的印象都是这种黄黄的颜色 跟这个颜色我觉得还是有点差吧 但是考虑到椰子七白的一代还是有挺多人挺喜欢的 所以还是把它拿出来带过一下 时间来到了6月19号 我们会有一双椰子500 个人感觉椰子500好像已经好久没有发了 并且这次的这个Tuple Light这样一个配色 我觉得跟之前的那个古白的配色那个Bone White 还有最早椰子500的首发的那个灰色 个人感觉非常非常的接近 大家不知道从照片当中能不能看出来细微的差别 因为我身边现在没有另外两双鞋子的食物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比较 感觉这双鞋子应该是会非常受大家喜欢的 并且椰子500一直都是一个很火的款 所以这双鞋子6月19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时间来到了6月22日或者6月24日 它会有一个monopack 那么这个鞋子一共会发四个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一直在换 会有四个不同颜色的椰子350发售 有这种深咖啡色的 也有这种橙色的 也有冰蓝配色的 最主要还会有一个黑色的 个人觉得这双黑色肯定是会有很多很多人喜欢 因为椰子350的黑色一直以来都是爆款 大家都特别喜欢深色系的椰子 那么这双冰蓝呢 个人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清新的配色 尤其现在是渐渐要进入夏天了 这个冰蓝肯定也是会非常非常受大家的喜欢 至于另外两个配色就大家各自看了 或者你能抢到哪个就买哪个 或者你喜欢哪个就买哪个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这次的椰子350 它的内部设计又改观了 那么从照片当中可以看到 这次的表面材质好像是比较透明 或者是比较薄的这种感觉 那么里面的内称的部分 它做了一些这种设计 是可以映衬出来的 是可以通过外面透视可以看到的 个人觉得这个设计还是挺不错的 还是挺有新意的一个设计 所以这次的这个monopack 我个人觉得应该会是本月椰子另外一个亮点 所以应该大家都会争先恐后的想去选购这个鞋子 那么时间来到了6月底 6月25号 椰子450 我们所说的云吞鞋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鞋子长得很像一个云吞 那么它这次给我们的配色是这个Dark Slate 就是纯黑的这样一个配色 那么也有国内的人叫它黑武士 那么之前的那双白色感觉卖的也是挺不错的 还是挺多人喜欢的 甚至于这种新出来的鞋型 很多人是很想去尝试一下的 那么好 机会又来了 6月25号 大家可以再来抢一轮 可以再来抽一轮 看一看这个鞋子你能不能顺利的拿到手 能不能体验到这个鞋子 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脚感 那我有可能也会去参与一下 因为我也是非常想体验一下这个鞋子 到底是怎么样的脚感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乔丹的品牌 在6月3号的时候会有一双乔丹一代 它的名字叫Curt Purple 那主体的配色就是以白色周围基础 然后点缀了这种像电镀紫色的这样的感觉 个人觉得这个鞋子还是挺干净 挺好看的一双鞋子 并且从去年开始 大家都知道紫色系的鞋子 慢慢成为一种流行 很多这种紫色系的鞋子都是卖得非常好的 那唯一要注意的是 这是一双女马的鞋子 那大家在选购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尺码来买 时间来到了6月5号 会有一双乔丹六代 它的配色叫Electric Green 就是这种电绿色 那个人觉得整体黑色系的鞋子 一直都很受到大家喜欢 并且六代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受到大家喜欢的一个鞋型 包括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六代的 所以这双鞋子6月5号的时候一起推荐给大家 时间来到了月底 6月21号会有另外一双乔丹一代 它的配色叫Light Fusion Red 那个人感觉第一眼看到这个鞋子的时候 是让我想到了一个非常古老的配色 也是当年一个元年的配色 就是一个亚太兰大老鹰队的配色 不知道一些新玩鞋的朋友知不知道那双鞋 那双鞋曾经也是我非常想要的一个配色 那么好了 这次这双鞋子感觉跟它非常接近 我觉得我可以入手这样一双鞋子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接下来给大家再讲两双 不是Jordan也不是Easy的鞋子 就是我们的Nike Dunk Low 那在6月3号的时候 会有两双非常不错的配色发售 一双是我们的密西根配色 那大家都对这个配色比较熟悉 因为前几个月有发售过它的高帮的版本 那个人觉得Dunk的这个鞋子 我也是比较喜欢低帮的版本 所以这双鞋子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考虑去入手一下 然后还会有另外一双 它叫Team Green 这双绿色系的 我觉得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翠绿的 是种比较深绿色的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还是比较好看的一个配色 所以两双低帮版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本月还会有一些高筒的版本 因为我个人不是很喜欢高筒 所以我就不拿出来做推荐了 接下来又是每期视频的结尾部分 要对下个月也就是6月份的球鞋发售 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那个人觉得在Adidas品牌的部分做的相当的不错 因为上个月5月份的话 我觉得他们发的鞋的配色真的都是非常乏味的 让人看了就不想买的那种配色 那这个月不光光是从配色上 那发售的鞋款上也都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几个鞋款 包括这个EZ350又推出了一个新的版本 那一次性给到我们四个配色 我觉得大家在选购的选择面上是会大大的提升 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并且现在已经是5月底了 马上6月份了 天气也是渐渐变热了 已经渐渐进入夏季了 那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 在夏季Adidas的鞋款的确都是我主力来穿的鞋款 因为它毕竟是以休闲鞋为主 那乔丹品牌虽然一直都是我的心头好 是我的最爱 但是我不得不讲乔丹的篮球鞋在夏天穿 真的会比较的累 会比较的热 那这个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所以包括我本人 我再喜欢乔丹鞋在非常炎热的夏天的话 我也会尽量少去穿它 那Adidas的这种轻松的透气的舒适的这种鞋子 还是穿的会比较多一些 那个人觉得还有很多朋友 他们会考虑到就是球鞋的收藏 还有球鞋的投资 那我就觉得乔丹的这两双一代 的的确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选择 因为从各个角度出发来看 乔丹一代也是一个非常保值的鞋款 所以说乔丹品牌虽然在6月份发的东西不多 但是都是精品啊 那么再接下去就是那两双我给大家推荐的DUNK 这个低帮的版本 那这个鞋子从去年开始就一直火 火到今年了 所以大家都毋庸置疑的会知道 这两双鞋子也是有非常大的投资的潜力在这边 它的后续的在售的价格也是会非常好的 包括现在大家都非常流行穿这样的鞋子 这个鞋子在夏天穿呢我觉得也还好 不会那么的闷也不会那么的热啊 那相对来说还可以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月的发售呢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都是一些比较适合大家现在拿过来就能穿的 或者呢都是值得大家去入手 放在手里放一段时间将来会给你一些获益的鞋子啊 那么好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做到这边 我还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支持我的频道 帮我的视频多点赞转发 不要忘记订阅跟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好我们下个月再见拜拜